尚 haters 詞曲 詞曲 詞 編曲 曲 唱 雲 詞曲 編曲 曲 編曲 編曲 blu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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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时候肚子饿饿了 精神比较好 那当然佛法 佛法的目的 它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离开痛苦 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假的 无常的 甚至是骗我们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 所有世间快乐的 都是痛苦的开始 各位结过婚吗 那你就有感应了 生过小孩吗 你就知道了 并不是说结婚不快乐 也不是说生小孩不快乐 而是它包含了痛苦 那佛教里面要追求的叫无苦之乐 就是究竟的快乐 所以 就像我们去老人院 帮一个老人 你回来会心情很好 因为你没压力 但是如果你去看你的爸爸 可能有一点压力 因为那个有执着 有感情 所以你跟隔壁的小孩子讲话 要乖 要听父母的话 你觉得你讲得也很舒服 小孩子很乖 但是如果你跟你跟你儿子讲话 就有压力 所以这一点 也是释迦牟尼佛 也是各位看到出家人的外表的特点 所以感谢我们红色法师 特别在美国 有这么多的出家人 特别是大称的出家人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我们出家 只要在路上走来走去 那就是功德了 就像明天有很多菩萨要来这边受八观灾戒 佛经有说 一个受八观灾戒的居士 你只要在路上走 后面的神就一直捡你脚下踩到了泥土 拿回去供在天上 那因为持戒嘛 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在路上走 这个世间就看到三宝的形象 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 还没出家以前 他看到世间的真相 老 病 死 这就是世间的真相 好 在后面他看到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是他过去世的师兄弟 一个禁居天的天子 视线给他看的 他就问这个出家人说 那你为什么是这个外表这样出家 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了 那唯有脱离世间的 乃是消除内心的谈语 那才有生命的自由 自由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今天谈佛法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快乐 快乐来自于自由 为什么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 你也讲 放下就自由 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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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下就是在乎 在乎钱 在乎儿女 在乎外表 在乎身体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特别大乘佛教各位都知道 佛菩萨都坐在莲花上面 那莲花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执着 不污染的意思 所以莲花是长在污泥里面 但是它不会被脏的水染到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快乐 你要学习 放下 但是放下讲 很简单 做不到啊 所以要有修行 当然佛教最主要的修行讲的是智慧 般若智慧 各位在念般若心经 那用般若这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怕很多人误会 以为是看书啊 就叫智慧 看经典啊 就叫智慧 我想书也好 经典它只是帮助我们的心看到真相 就像前面的花好漂亮 但是它的真相是什么 再过四五天 一个礼拜 它就臭掉了 烂掉了 这个叫真相 但是如果你以为花都不会坏 那你就错误了 这个叫无名 那事实上各位都了解 这个花趁现在最漂亮的时候 拿来供佛 功德多大 但是你对它坏掉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 所以你快乐 那后来讲回来 那你为什么对你的家庭 或是世间的变化不能接受 因为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就要念习 去看清楚 看清楚真相 所以佛教有最重要的祭颂 听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即灭为乐 诸行 诸就是一切 任何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 就像水放在那边 它就会蒸发掉 天上的空气 天气 白天晚上 随时都在变化 这个世间 唯一的真理就是什么都会变化 但是如果你看不清楚这个 你就想要抓住它 第三句话才叫修行 诸行无常生灭法 讲的是你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一切 包括家庭 包括身体 包括国家 包括地球 都是变化无常的 我来美国听最多的就是这个 什么救护 这个小王子 好像几分钟就一次 在台湾看不见的 听不见的 很少 这代表一种很好的制度也不一定 但是每次各位听到这个 你马上要想 哇 随时就轮到我坐在上面了 这个有意外 有变化 有车祸 有人生病了 可能有火灾了 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 所以对这些都能够接受 这就是佛教的修行 第三句话来 生灭灭鱼 极灭为乐 就是你内心对这些变化 健康生病 有钱没钱 在一起分开 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快乐了 如何保持 涅槃极静 我们叫平静 或是叫空性 那这才是快乐 那起心动念你就不快乐 不起心动念才是佛教的快乐 所以各位看到很多阿罗汉 什么叫阿罗汉 就是他内心里面 他已经没有贪嗔痴吧 没有分别 所以他快乐 所以我这样讲 希望各位就记住 快乐不要从别人给你 环境给你 快乐是你能够 你想调伏内心 就是管好你的心 千万不要把快乐定理在有钱没钱 有结婚没结婚 有小孩没小孩 小孩听话不听话 老公对你好不好 那你等于把快乐交给别人管你 你就很痛苦 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第一个真理 念一下 释胜替义 那佛陀要讲的就是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痛苦的 苦 释胜替义念一下 苦即灭道 各位要学 学佛不能光一直参加法会一直拜 而是要把简单的佛法记在心里面 然后去面对这个事情 今天儿子不听的话 佛陀讲的真好苦 今天得癌症呢 佛陀讲的真好苦 老 病 那本来谁不会生病 谁不会老 所以佛陀说在一起的都会分开 有生的都会死亡 再高的地位也会下台 所赚的钱什么也带不走 这个是真相 所以世间的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苦 生 老 病 死 再背一下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怨真会苦 五蕴赤胜苦 你想要得到 得不到 求不得苦 你想要在一起的就分开 爱别离苦 你不想在一起的都在跟你睡在一起 叫怨真会苦 天天跟你吵架 晚清借助 晚清借助 住在你隔壁 天天找你麻烦 身心变化苦 这个世间 有身体就会痛苦 有心里也在痛苦 但是你不能 像各位做女孩子结婚 你不能说 先生对我好我就快乐 先生对我不好你就痛苦 那你就没智慧了 所以你赶快来佛堂 一直拜 拜 一直拜佛 拜佛 拜 观音菩萨 让我老公对你好一点 那你 这个不是拜佛 我们是学佛放下 如果你一直拜佛 拜佛 那你就出家就好了 你不是 没老公不是快乐 那各位要了解智慧 所以佛托跟我们说 这个苦 为什么会痛苦 疾 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智慧 对会变化的贪爱执着 叫 听一下 无名为父亲 贪爱为母亲 生下苦命流转额 我们就是那一位了 因为没有智慧 想要抓住什么 明明变化无常的 你想要控制它 叫贪爱执着 然后你就开始痛苦了 轮回 所以灭替 所以佛多告诉我们 只要把自己的无名 贪爱 消除掉 那你就没痛苦了 所以刚刚在念的是 调伏自己 调伏自己 自尽其异 调伏内心 消灭自我 消灭贪嗔痴 这样就好了 隔壁的男人去找别的女人 你不会生气 你老公找到别人 你会生气 差在哪里 就是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贪爱 你对别人你就不会这么管他 也叫执着 当然道理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就要修道 真的要修行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拜佛 除了感恩佛陀 相信佛陀 最主要是 我现在在生气 所以我赶快拜佛 我不能生气 生气 让我痛苦 让别人也痛苦 我现在在贪心 所以我要来拜佛 求颤伟 希望我自己也不要贪心 要改变自己 所以佛教的修行各种方法 他就是要消除这些的 像刚刚讲的贪心 生气 嫉妒 各种各种的 所以如果你不调伏内心 你只想要去控制外在的世界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念一下 诸法无我 一切的存在 你都没办法控制 叫无我 我要 我不要 我要有钱 我不要穷 我要别人爱我 别人尊重我 听我的话 所以佛教 念一下 一切随缘 随缘不是随便 那有业报的 这个缘是因缘果报 这是你过去世 那你生什么儿子 生什么女儿 这有他的缘分的 今天你跟某人结婚 这有他的因缘的 只是我们这个寺庙 我们这个寺庙叫法缘禅世 希望结的缘是佛法的缘 不要世俗缘禅世 那会很惨 所以各位只要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各位要经常背 你要静静的坐在家里 这个世间真苦 世间你看报纸看电视那些痛苦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不相信因果 对不对 以为吃更多的肉会健康 它会让你生病 像我们华人喜欢吃龙虾螃蟹 会让你找死 但是他不了解 就像各位现在听佛法 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谈恋爱 拍名了 他完蛋了 所以外面有写四个字 苦海无边 念一下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重泊 所以你爱得越深越痛苦 佛经又说 有爱生忧虑 有爱生恐怖 无所爱乐 无忧无不 佛经讲得很好 所以各位归佛就是 我们以为爱情是快乐 哪一天知道痛苦 原来佛陀真是有智慧啊 所以我要来归佛陀 因为我有爱 就会忧虑恐怖 这样子 对方很爱你 你也会怕他生病 就像各位你爱儿子 我这辈子能够出家 是因为我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我才知道 很痛苦啊 没有儿子的时候 没有想到痛苦 一有儿子的时候 每天没办法睡觉 他一感冒 他一不吃饭 他晚上睡觉 我都爬起来看 他有没有在呼吸 对不对 因为他妈妈说 趴着这样脸比较扁 这样比较好看 脸不会大大 这样会自习的 对 我就是这样开始学佛的 不然我以前不知道 什么叫佛法 赚钱 结婚 生小孩 买房子 这个就是人生目标 等你达到这些目标以后 你会觉得更痛苦 痛苦的不得了 所以我可能没有像我们大法师这样比较有福报 不用结婚就可以出家 但是也有好处也有缺点 就没经验 像我们有经验 就不会再晕船 所以我是倒过来走的 我一切都拥有了 我才知道痛苦 直到我妈妈生病病得很厉害 我更知道痛苦 读这么多书 赚这么多钱 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有办法减低她的痛苦 好在别人给我一部地藏经 所以我今天要送给各位地藏经 我到全世界我都在推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那时候有人送我一部地藏经 我在医院没办法 我就拿来看 特别我妈妈正在痛的时候 那个床都在摇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能跪在那边念地藏经 人家给我说 希望妈妈好一点 所以我真的跪着念完 第一次把地藏经念完 我发觉我跪在那边念地藏经 我妈妈就没有在叫 没有在震动 我觉得所以我更认真 我更认真 我那时候想说 妈妈的痛给我 所以我脚很痛 但是我妈妈不痛 我脚痛没关系 所以再痛我都没关系 因为妈妈不要痛 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对待妈妈的方法 能够去对待所有众生 那就是佛法了 所以我念完地藏经以后 我妈妈真的都没痛 然后我就发愿 那我要学地藏菩萨这样出家 后来我妈妈就 没有再得过癌症了 所以对我来讲 所以我要送给各位 你现在就要念 你不要等癌症再念 但是读地藏经不是光读 是要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念一下 相信因缘果报 六道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皈依三宝 孝顺父母 供养三宝 超度父母 为母亲发愿 愿度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华人很喜欢超度 超度都会摆个地藏菩萨 或是阿弥陀佛 就是说我们只要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去修行 父母一定可以超度的 但是我们希望父母超度 不要再轮回去极乐世界 因为去极乐世界以后 将来来这个世间 你就不会被卡住 从极乐世界来 我们现在把极乐世界当净土 但是菩萨把轮回的世界当净土 因为菩萨有药 有慈悲心 有智慧跟悲心 他到哪里就可以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快不快乐 太快了 如果这个人感冒到你面前 他感冒就好 你好快乐 就像各位现在愿意坐在法师面前 停课 谢谢你给我面子 让我活着有一点意义 因为我在讲佛法 虽然各位都很熟 三法应 四圣体 八正道 但是我可能还必须要重复一遍 因为我怕各位忘了这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这些法 那各位要开始使用它 使用它 所以当你牵着你儿子的手的时候 你要想 这是我爱他吗 这个爱会让你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我牵着他干嘛 我牵着他 希望他来法云禅士拜佛 那可以 这是爱他最好的方法 不是送他去美国读书 去拿博士 那我老半天还不会讲中文 看不懂地藏经 那你就会后悔了 所以 因为你再有钱 再有钱 让你享受一辈子 最后还是死了又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刚刚讲了 地藏经特别讲 来 相信轮回 人死的还有来世 而且人死的这个来世 是决定在你这一辈子所做的 好事或坏事 当然好事或坏事 决定在你的心态 你可以讲 好心有好报 好人好自己 坏心有坏报 坏人坏自己 自作自受 这个就是真相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真相 你希望长得漂亮吗 多在佛前供花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这个用钱买的呢 所以佛前供一朵花 功德无量 而且这么漂亮 以后你的外表 特别脸就漂亮 很简单的道理 供水果 好美好香好好吃 所以你会很有人缘 所以你会很清香 共香 鼻子会很好看 皮肤会很细 没有不好的味道 所以佛陀寇门 最重要的道理 第一条 你要讲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希望你生生世世 皮肤都没有皱纹 没事都来法人禅世 扫地啊 把地板擦得亮亮 你自然皮肤就亮亮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希望你来世身材更高更好 都来拜佛啊 用身体拜佛 身材高大 用身体绕佛 绕一圈 出身高贵 身材高跳舞 声音好听 因为我们在绕佛的时候 一定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时候声音在念佛 身体在绕佛 所以 那你希望 讲话很甜 多供水 所以 因为在佛前 可以做很大的福报 你希望你的家里 像别墅一样的大 那在佛前 庄严 所以在佛前 用了各种颜色的布啊 花啊 那看起来很庄严 所以 那你让佛越庄严 那以后 行为反作用力 背这六个字来 行为反作用力 你乱丢止蟹 脸就脏 你扫地 脸就干净 你尊敬别人 别人就尊敬你 那各位要发财要怎么办 那就帮助贫穷人 多布施 我造佛像 盖世庙 帮助穷人 你也讲 地上经讲 来 舍一得万 舍一得万 布施一块钱 一舍一万块的福报 所以我想各位 来到美国 算 这边赚钱 听说比较方便 比较多 但是开销也大 但是各位你要 多多布施 像我这样 我每天虽然出家人 拿个水的 布施 天上如果下雨了 把雨都变成念佛号 变成雨 观音菩萨的甘露 任何一个声音 就把声音 变成观音菩萨的声音 像救护车过去了 车子的声音 你马上给它念 拿摩观音菩萨 让它转为 观音菩萨的声音 这个都是布施 布施有花钱的布施 跟不用花钱的布施 你希望你生生世世眼睛很迷人 太简单了 看到人就笑 这样就好了 不要瞪人家 那你眼睛就 人家就很喜欢看你的眼睛 就这么简单 所以 那你修行首先 你要了解你自己 自己身体 生命哪里有缺点 今天我爸爸妈妈离婚 家庭不温暖 那一定是我们过去破坏到 别人的家庭 或破坏到动物的家庭 把鸟巢给拆掉了啦 把动物的洞给伤害了 那你知道了 所以现在开始 帮助那些单亲儿童 破碎的家庭 给流浪狗有个家里住啊 甚至各位去尼泊尔 尼泊尔每一个家 他们的房子一定会空好几个洞 洞给谁住了 鸟 永远每一个房子都会空几个洞 给鸟住 那你给鸟一个温暖的家 那你生生世世 就会改变这个命运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看看你爸爸妈妈想想自己 我们会生在这个家庭 一定跟爸爸妈妈有什么 你要讲共业 就是共同的业报 爸爸心脏病 儿子可能会心脏病 妈妈有点忧郁症 女儿可能会忧郁症 这不是遗传 是因为物以类聚 什么样的共同的行为的业 就生在什么家庭里面 所以儿女会长得像爸爸一样 生姻会一样 连走路这样怪怪的也会一样 这个有共业 那时候我们修行呢 你知道 一子得道 九玄七祖敬超生 那各位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我改变了 像我家 我家的人是脾气很不好 不孝的脾气很不好 所以个个高血压 不孝的 那是我开始修行了 我就决心 我绝对不再生气 因为我要修行 所以学佛第一点 各位一定要注意你的行为 所以我们叫修行 叫行为的意思 修正行为就可以改变命运 你觉得你这辈子出生的家庭 没有这么有钱 刚刚讲的 那我们尽量去帮助穷人 我觉得在美国有很多游民 然后你可以拿 买好吃的东西 或包点钱给他 今天我们开车来休息站 就有几个妈妈带小孩 所以我想在美国 你口袋最好多放一点零钱吧 随时可以帮助他 因为他们没办法 但是所以佛经讲一句话最好了 你把所有佛像都做成黄金的 整个世界的佛像佛塔做成黄金的 供养三宝功德很大 但不如一点点慈悲性 帮助贫穷者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记住 你去超市出来 最好多买一包饼干 因为很多超市外面 我看到很多海鸥 他真聪明 对不对 他在等 他在等 那些乌鸦海鸥 所以你可以买多一点 而且他吃得很快 为什么 他吞在喉咙 等一下带回家给他的小孩吃 所以你要记得随时布施 那这样你就会很有福报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我走到哪里都会洒干露水 一点点米也好 各位的树下 有些树地方有松鼠 可以布施布施 我讲一个故事 因为各位这边都有河流 偶尔一小块面包捏一捏 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人家不足以把它布施掉 这个功德很大 而且布施的时候 还要这样讲 来功德回向给河神 同享功德 因为河有河神 还有海神 土地有土地神 他们是护法神 但是功德也回向给他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王 有点好色 结果波斯尼国王 他有一天看到了一对 刚结婚的夫妻 太太很漂亮 这个国王就好色 就想要占有别人的太太 他就故意叫 底下的大臣说 把那对夫妻找进来 国王要给他们工作做 他们夫妻好高兴 哎呀 国王给我们工作 就搬进去了 搬进去那个房子 以后 哇 国王给我们房子 给我们 还没有给我们工作 一开始很高兴 等他们住好以后 一段时间 国王就派人家说 请你叫你老公来 叫他先生来 他就跟他说 你们在这边住那么久了 那我现在啊 希望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必须去山上 给我拿一种山上的莲花 长在红土里面的 给我拿回来 如果你没有拿回来呢 那我可能会杀死你 他吓坏了 后来他知道说 他为什么国王要 原来他自己也有这种意感 有人跟他说你要小心 因为国王要占有他太太 故意给他这个命令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 他太太就在那边哭啊 没办法 现在怎么办 被骗进来了 但是他太太答应他 老公啊 如果你去没有回来 我就自杀 你放心好了 我忠于你 我不会跟国王在一起 结果国王还给他讲啊 今天早上让你出去 晚上 傍晚没太阳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回来 你就不要回来了 所以 然后呢 我会派人家去追杀你了 所以他就知道他被害了 结果他要出去之前 他太太哭啊 就准备一份很好吃的便当 给他老公说 老公你放心 你真的找不到 我也会自杀 所以 好了 他老公拿了这个便当 走在路上 哪里去找山上有莲花 莲花都长在水里面的 结果他没有心情吃饭 但是他吃得起口以后 吃不下了 没心情 他就把那个饭菜 倒在河里面 哎呀喂鱼吧 当他讲一喂鱼以后 河神就跑出来 哇我在这边坐了几百年河神 没人理我的 没有好心的人布施的 哇你这么好心布施 你到底为什么要布施 你告诉我 这个男人说 哎呀你是河神啊 怎么办 国王要害我了 叫我去山上找红莲花 我哪里找得到了 所以我吃不下饭 我只要倒下去了 所以各位这很重要 你所布施 还要跟河神分享 所以河神就护士 没问题 我带你去 河神还真的带他 到最高的山里面 红色的泥土的莲花 赶快趁了还没听 就赶快回城 结果国王早就把门关起来 不让他进来 他没办法 他就把那个红土贴在墙上 莲花插在上面 证明他拿回来了 他怕被追杀 没有地方跑 跑去哪里 跑去佛陀的地方 他直接跑去找出家人 然后要见佛陀 佛陀有神通 佛陀的了解 没关系 来住我后面 没问题 然后呢 国王知道他 没回来 太高兴了 然后当天晚上 心情 哇明天 我就可以 占有他太太了 这样 国王想了一个晚上 睡不着 结果到了三晋半月 听很多地狱里面的鬼在叫 我叫得很惨很惨很惨 那个国王早上一睡醒完蛋了 为什么我碰到鬼 就赶快告诉 佛斯尼王夫人 就跟他太太 他很久没跟他太太睡觉了 终于去找他太太 他怕 他怕鬼在叫 他太太有学佛 佛斯尼王的夫人有学佛 他老公你怎么找我 他说我碰到鬼了 你听说你有在拜佛 我碰到鬼了 叫到天亮 好恐怖 那天亮 太太太太太太質疑了 他们也在我不会 又是被他太太太太 responding 是什么方法他都会 佛陀有大慈悲 而且是什么慈悲 念一下 平等大悲心 你杀佛陀 你爱佛陀 你认不认识佛陀 佛陀对一切众生都平等 叫大悲三念 你爱我 你恨我 你不认识我 佛陀随时照顾你 不分西方人 白人黑人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都会加持他 对不对 所以佛陀早就知道了 而且佛陀有大神通力 大愿力 念一下 佛的功德 这个我们要追求 来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力 这个是我们学佛一定要追求 你不要每天一直拜佛 拜佛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拜佛 不知道 心情不好 曹渡祖先 这是附带的而已 真正的学佛 是为了要成佛 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不要把目标定的一个世间的快乐 那你就学佛学错了 因为你唯有成佛 才有圆满的智慧慈悲能力 去帮助众生离苦 现在只能结缘而已 现在帮不了他 但是跟他结一个缘分 没关系 所以当皇后带着国王来找 找的时候 事实上 国王自己心里都有数 然后呢 佛陀就跟国王说 那个国王说 为什么那个鬼叫到天亮 地狱的鬼 佛陀说 那些鬼都是男鬼 侵占别人的太太 现在下地狱在叫 国王你有听到 我一听 佛陀你不要讲 佛陀当然不会讲 国王就赶快忏悔忏悔 他就不敢了 这个就是佛陀的方法 他本来白天要去 开始要去强暴人家的太太 结果佛陀说 没问题 国王 你来了 你了解道理了 我会回向 没有问题 国王说 拜托拜托 国王自己已经决定 不敢侵犯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 等国王不侵犯了以后 那佛陀就把他那个男人找出来 不用怕 现在国王不会杀你了 他把他找出来 国王说 你在这边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再加一栋房子给你们夫妻 你们要去哪里住 都去哪里住 我不会管你们 所以你看 男人也得度了 她也皈依佛了 普世尼国王更虔诚的皈依佛陀了 所以普世尼王夫人又快乐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很重要 皇后很虔诚 每天都守八方在戒 就希望她国王哪一天可以学佛 你看她阴也成熟 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救了这个先生 救了这个国家 救了这个国王 救了他的太太 一个简单的事情 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 所以国王 所以国王从那时候开始就守了五戒 不敢犯邪音 不敢想要侵犯别人 这个国家就更安定了 所以佛陀有这些智慧方法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学佛的几个重要的心 第一个信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佛陀 可以圆满的帮助我们跟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且真实有佛陀 这个世间 你相信过去我们还没学佛 我们拜神 拜土地公 去算命 不是说不对 而是不究竟 给你有钱了 问题还更多 给你暂时健康了 将来还是要生病 但是讲到拜拜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虽然你学佛了 家里的土地公还是要尊敬的 我们是归三宝 但是尊敬土地公 感谢他帮我们照顾 所以佛经 我们中国人说 门有门神 水有水神 厨房有照顾 这个叫五方五土龙神 我们要尊敬 所以你可以把它称为 护法善神 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 唯有佛才是究竟 神明可以做你的护法 那这个要有信心 因为有信心 就会怎么样 你也讲 归一三宝 归佛 以佛做老师 归一法 以这个法做修行的道路 归一身 以出家人做我们学佛的助言 做模范给我们看 归一三宝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讲很久 为何要归一三宝 但是各位 你还是要看看书 为什么要归一三宝的书很多 因为你一定要了解 因为哪一天你儿子 他要问你妈妈 你为什么要拜佛 你要讲得出来 你讲不出来 他哪一天不拜佛了 你会气死 妈妈最迷信的 天天叫我吃树 天天叫我拜佛 我不理他 我们那边可以跳舞的 可以交女朋友的 所以 当然我讲到这个理由 一个妈妈爸爸学佛 他的儿女会学佛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 表现出来的人格 跟对待家人的态度 而不是他的宗教 一个学佛人 要有学佛的人格 刚刚讲了 慈悲 原谅别人不生气 智慧 不执着 了解真相 有力量 想要帮助别人 不自私 所以念一下 归佛 发成佛的菩提心 消除自私贪心 这里归佛了 你要开始学 学成佛的菩提心 不要再自私贪心 归法 深信因果 体振空性 消除自我中心 消除我执邪见 那你归法以后 从今天开始 别人第一 不要自私 不要傲慢 凸显自己 完全尊重别人 进一步当然 还要学习慈悲 归法 再来 归身 忍辱慈悲 消除称慧 对立心 那归身 各位要学习出家人 出家人跟众生和合 跟世界和合 没有对立 没有暴力 没有称恨 特别各位 如果你脾气不好 一定要多念观音菩萨 多想观音菩萨 你想观音菩萨 那个爱生气的心 就会被观音菩萨加持掉 甚至观音菩萨说 有人拿着刀子要砍你 你赶快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定消除这个苦呢 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力 任何人碰到外在的苦 内心的苦 你只要意念 礼拜 称念观音菩萨 就可以埋怨 各位一定要相信 所以归身 那各位就要开始学 不要生气 特别我们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精髓是什么 慈悲 我们就是在修慈悲的 所以多去点灯 供花 救人 放生 都是为了慈悲 大乘佛教 这边消灾 希望大家健康 这边拔肚 希望往生者统统超度 大乘就是照顾众生 叫大乘 小乘就是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 如何照顾自己 不要贪嗔痴 才是照顾自己 爱护自己 你一生气 你就要找你自己麻烦 那照顾众生呢 那就大乘叫慈悲 那照顾众生 有世间的照顾 就是给他钱 给他健康 这是暂时的 明天是 明天各位最好 能够来参加法会 明天是 药师佛的圣诞 而且功德百千万倍 所以我们利用 药师佛的圣诞 大家来守药师佛的灾戒 按照药师经 守八观灾戒 点灯 等等 也就能够回向给众生 所以归身 各位要了解归三宝 就是这个意义 我要发菩提心 我要修行空性 我要圆满慈悲 我要消除个人贪心 我要消除 个人的邪见 我执 我要消除个人的称慧 那这就叫归依的意思 这个叫信心 那有了信心第二层 要有什么信 来 因果心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相信轮回 所以 你要得到这个果 不用去追求果 众因自然就会到果 但是你现在得到不好的 这就是因果现前了 不要怪别人 赶快忏悔就好 千万不要讲说 你怎么对我这样 会讲这种话 就不负责任 因为如果你了解因果 最近有一句话 很流行 念下来 别人对待我的 就是因果 我对待别人的 才是修行 你要修忍辱 你要修慈悲 你要修原谅 但是别人伤害你 那就是我的因果 我要随缘接受 所以叫 随缘消旧业 记住 别人骂你一声 你能够忍 消业在哪 你不能够忍 对方就骂你第二声 你再不能忍 对方就打你 就是这样 然后你觉得丑 就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们修行人 特别大乘佛教 念下 以忍辱为戒律 那我们修佛的人 像各位喜欢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以忍辱做基本才能够修慈悲的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 你的亲人怎么跟你逃债 你要先忍 不要生气 忍不住怎么办 赶快念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是这样修的 这个叫一心念佛 因为你的心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的心才要念佛 念佛 诵经 你要持咒也可以念大悲咒 来控制你的心 所以有一句话 来 念一下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你的生命 就掌握了世界 这一点记住 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 佛教是新的宗教 其他大部分的宗教是我们去求神 拜神 神为主宰 不是没有神存在 神是存在 但是命运不是神在主宰 是你自己 你的心态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刚刚讲 菩提心 空心 悲心 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还成佛 爱生气 嗔恨 贪心 你的生命就会痛苦 所以佛经说 贪心的人 将来呢 会做恶鬼道 爱生气的人 甚至会害人 会下地狱 如果鱼吃 不相信佛法 邪见 会做动物畜生 这个叫善恶道 所有六道轮回的痛苦 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念下来 贪嗔痴三毒 生口意造恶业 三界六道轮回苦 所以我们会下地狱 三恶道轮回 是因为我们造业 业就是 你的命运的主宰 不是神 业就是身体的业 身体去杀人 帮助人 这个都是善业或恶业 嘴巴去骂人 骗人 或讲好话 嘴巴又嘴巴的善业跟恶业 心里面 慈悲心叫善业 嗔恨心叫恶业 所以你的身口意决定你的命运 那你的身口意造的业从哪里来 就从你的心里面贪嗔痴来的 如果你不要贪心变成善良的心 那你就会做好事 有一句话 批评 批评 对你没有好处 所以各位要修口服 口服 这个嘴巴 看到别人的缺点 不要讲 看到别人的优点 多赞叹 这样就好了 主动跟人家 say hello 昨天你骂我 跟今天没关系 昨天过去了 我今天看到你 还是跟你打招呼 还是跟你问好 这个叫修行 嘴巴的功德很重要 所以相信三宝叫信心 相信佛 相信经典的力量 叫信心 第二个 相信轮回 所以你要持戒 不失 明天要传八观在节 顺便要传五戒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要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这个叫守戒律 不但如此 护持三宝 护持寺庙 护持出家人 乃至呢 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众生 包括人 包括动物 包括恶鬼道 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 如果你能够如此 那你就信因果了 这叫因果信 那你就会有福报 那但是这个还不够 第三个心 念一下 初离心 虽然你能够升天 老实说了 各位你还没有移民到美国来 你想说美国一定比我们好 结果就来了 你会发现 差不多了 你移到哪里都差不多了 所以这是比较方便 有钱人比较方便 不是说有钱就不用上厕所 有钱就不会生病 那只是一个感觉感受而已 所以各位 初离心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做善事 但也不要做 执着善事 这就是佛要我们讲了 念一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就是相信因果 再来 念一下 自尽其义 就是你要 基本上你要消除 谈成吃 不然你还会沦违 会痛苦 这个叫初离心 初离心在世间 讲话就说 各位不要太执着了 不要太在乎感情了 不要太在乎金钱 不要太在乎外表 不是说叫我们不要要钱 是有钱会好好用 但不要太在乎它 为什么因为随时会变化无常 你现在买了一栋很好的房子 不小心电线走火 烧光了 没有 你现在买了一部很好的车子 被撞了 你生了一个很宝贝的独生子 他搞不好骑个摩托车 就不回来了 各位这个你要准备好 这个叫 念一下 思维变化无常 思维无我空性 一切都是假的 虚幻的 你要一直习惯这样 这个就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也是我们出家人的根本目的 出离欲望轮回占有的家 出离心 那各位现在讲慢慢练习 那女孩子很爱漂亮 男孩子很喜欢有钱 或是被称赞 这些你太在乎你就很苦 很苦 所以明天各位受宝宛在街 就不能穿漂亮来 要穿没有颜色的衣服 或穿海青 就是这样 不能化妆 他就叫你学习不执着外表 不能吃肉 晚上也不能吃饭 他叫你学习断嘴巴的欲望 不能看电视 不能听音乐 叫你断除眼睛耳朵的欲望 现在人真的要 特别小朋友 小朋友每天拿着手机 没有手机就没呼吸一样 那你要开始学习 放下 放下 没有手机也可以找到快乐 原来快乐来自于征服自己 快乐来自于放下欲望 可乐 No 温开水 那你就快乐了 以前只有渴了 现在OK 开水就OK了 所以 以前很爱漂亮衣服 没有衣服漂亮不想穿 现在 有衣服穿就不错了 这样就OK了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普团上 那就是最好的沙发 那你觉得 所以八观灾界就是练习 这种最主要是贪欲 除了不伤害众生做基本 身心因果 不贪心 夫妻明天也不能一起睡觉 也不能看电视 不能吃 不能漂亮 那你能够过一天的生活 哇 那力量很大 功德很大 那哪一天你就可以解脱了 这叫出离心 出离什么来 出离轮回 出离执着 出离自我 所以一个人如果 所以我下回我带各位做什么 我们就穿丑一点 住在路边 然后做游民 一人拿一个便当 给我钱 你要练习看 不行啊 这个没面子啊 那你爱面子你都不能修行 像我们刚出家 如果我的师父这个人很爱面子 他就叫他拿个脱波 那个市场人最多的地方 站在那边 然后脱波 然后有些人就干脆眼睛闭起来 当初没看见 这样 我师父说不行 人家供养礼前 你 阿弥陀佛 你还要微笑 像我 我师父叫我扫地 扫地 而且还扫到人家 大街上 公园 晚上去倒垃圾 因为我师父知道我这个老板嘛 很有钱嘛 爱面子嘛 所以我每天就去 一开始觉得很丢脸 公司就在隔壁 员工出来看到 老板你扫地啊 叫我去银行排队 我排队 排队 要去存钱 我师父故意的 他说你这样你才会进步 那时候我已经想通 我跟我师父说 我只要能够出家 你叫我去跳到大便坑 我都OK了 因为我那时候想法出家就好 其他都随便了 所以我师父说 好你要出家可以 不要带半毛钱来 我真的都没带钱去的 因为我太太就不给我钱 这小子不给你钱 你就出不了家 刚好跟我师父讲了 不要半毛钱 我真的没带半毛钱 就去出家了 我师父说 这样比较好修行 那你就不会执着钱 再来 你从今天开始会感谢别人 哎呀原来一口饭都是别人供养的 对不对 所以在家穿衣服都要名牌的 出家给我一点冬天的外套 那时候是夏天 哇热得发疯啊 然后我说要去做衣服 我说师父说不用做了 那个死掉的比丘 法师那么多 那衣服都在后面 自己去挑 他说穿人家穿过了 你才不会还属 有加持 就是这样修的 这个叫出离心 如果你这个习惯没改 你还是有钱人的习惯 还漂亮的习惯 对你出家没帮助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